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9号 大家好 我叫崔叶 今年23岁 我是一个只吃肉不吃菜的天津姑娘 我想找一个像霍建华一样成熟稳重 还有一点幽默感的男生 很厉害 你好 你好 然后我看了这两个VCR 我觉得你很优秀 然后我想问一下 你现在还能接受异地恋吗 我觉得异地恋不是任何问题 因为我是创业嘛 然后我创业 而且我可以在更多地方 去设立我更多的分公司 我觉得是OK的 没有问题 谢谢 你现在自在哪个城市生活 在上海 上海 对 在上海 现在如果说我住沈阳 你住北京 长春 北京 这不叫异地恋 对 所以我觉得在中国 其实三到五个小时的飞行 都不叫异地恋 都不叫异地恋 他住上海 你在哪儿住啊 天津 天津飞上海 两个小时到了 我是想说一下 就是说如果足够喜欢的话 我愿意就是到他的城市 他在哪里 我就在哪里 就是 好 可以上一个 淡点灯 哎 刚才 9号为什么灭灯 你看上去特别感觉 我想赌一下 我是不是他心动女生 如果是我就跟他走 如果不是我就不走 太多了吧 你可以坚持你的想法 我只是跟你讲说 如果你碰到一个你喜欢的 即便你不是他此刻的心动 有可能你会成为他一生的心动 就是在最后的时候想作一下呗 就配合他们作一下呗 我再跟你说我也来猜 我就猜你就是他的心动 这样看我这 我老能猜住 看我能不能够服你一下 好吧 好 恭喜你进入到了 我让男生权利上去灭掉一盏灯 回来 黄磊真的猜他心动是9号 9号 来 我们看打屏 实际上资料全一个 我的生活吧 我的工作是一名美人主管 平时非常注重保养自己的皮肤 我非常爱睡觉 一觉睡24个小时 对我来说都非常正常 有时还会搂着我的小灰灰 一起赖窗 小灰灰是我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小伙伴 很多人都说 我们俩长得特别像 11号 李娜 我觉得黄磊在最关键的时候 错了一次 也挺好 还好不是你 这个黄磊啊 她刚来这个节目 她很激动 她第一次见到反转 哎呀 这好漂亮 这个高兴 你也很漂亮啊 谢谢 好样子 好了 你要做最后的决定了 坚持选心动女生 有可能被拒绝 你一个人回去 另外两个女生 你给签手其中一位 想清楚 告诉我们你的选择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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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说到这儿来 你站这儿了 有几个坚持心动 对不对